火灾发生在今天凌晨3点,地点位于Broncesville Avenue加Donda Street一间Canel Cafe宠物店。 消防部门说,当时店内有7只猫和1只狗。 消防人员及时将狗和3只猫救出并为它们输养,另外4只猫则没能逃脱厄运。 居住在宠物店旁边的居民表示,店内的猫正在等待收养。 目前火灾发生的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。 消防员初步估计是宠物店内电线短路引发了火灾。